各位网友大家好 这边是曼哈顿的 纽约曼哈顿的谈人街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就是 华人的老人都在这边 应该是福州人居多吧 因为这边的话福州老人很多 也有说广东话的老人也很多 我们就来这边逛一逛 就是看一看这边的谈人街 这边的话就是高速 就是如果你从布鲁克林区过来 就是这个高速到这个谈人街这边 前面那边的话就是那个 那个Canal Street 应该是叫尖林路 前面的话也是一个交通要道 去往新泽西州的必经之路 这里还有一个叫做中国茅台 不知道是什么没去过 最近就是这几年就是在谈人街这边 也开了很多就是这种酒店 以前的时候我刚来的那个时候 在谈人街这边的话是比较少的 这边的话就是那个骑自行车的话 是那个道 中间那边就是马路的 这个功夫茶这个是卖珍珠来茶的 也是很不错 他可能还没开门 现在大概快11点了 前面这一条大道的话就是保里街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条大道 从这一条大道直通下面的话 可以到达曼哈顿的中城 这边的话这个就是卖水果的那个烫饭 在这边 然后这边有一家香港超级市场 到这个区域的时候就说越狱的 就的那个比较多了 在那个东白岛会基本都是大部分都是福州人 这个叫做梁氏 这个冲印 这个很少见 这里有一家德昌食品市场 一般来说 马哈顿这边 谭仁街还是比较大的 因为它的范围比较大 这边的话 大家都就是基本都是说越狱 或者说那个从广东那边来的那些 呃方言吧 越狱的话我会听一点 呃 但是他们如果说方言的话 我就不听不懂了 这里还有一家王老鸡 这个凉茶博物馆 这个我也没去过这边 这边是摆摊的这边 疫情的爆发之后 这边就是 摆摊变合法 合法化 不知道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 呃 最早的时候 就是没有疫情的时候 摆摊是要那个证件 现在就很多人摆摊 可能等到疫情结束的这个法律 就要重新改的 这边的话也是路也是非常的堵 那ok了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没看 那就是 浩子